收封箱的花蓮县考古文化馆经过多个月的绿美化工程 27号将完工 而县员张怀文以及考古文化馆的馆长 25号上午特地在周边绿美化进行意见交换 也对于施工期间影响周边民众生活交通感到非常抱歉 也感谢乡亲的体谅 花蓮县考古博物馆在开幕之后 成功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来到花蓮县考古博物馆参观 入管的游客70%也都来自外地 县员张怀文关心居民的权益以及未来的发展 特地来到考古博物馆了解目前的施工进度 在怀文任内那时候105年 由文化局长陈淑美进行沟通之下 那我们就将丰田这个已经非常没落的市场 同意签10年的企业 然后有文化局向中央文件会争取预算7200万 将老旧工田市场改变一个新的风貌 大家都可以看到 在文化局的努力之下 让这个空间真的非常的好 也让我们所有的乡亲有一个地点 有一个亮点 我现在看到很多的观光客 都记得来到丰田的考古博物馆 来这边看一些古迹 还有一些文化 那在这次议会里面 我们也非常感谢花莲县政府文化局的努力 在内政部营建署一共争取了700万的工程 700万工程我们都可以看到周边的设施环境 经过文化局的努力之下 都营造一个新的风貌 考古博物馆争取到内政部营建署 700万元的改善经费 进行馆前广场改善计划 以及周边环境的改善工程 将带动居民生活品质的提升 以及经济发展 我们每个游客来的时候都会询问 然后我们发现说 有70%都是由外地来的游客这样子 然后我们也是希望说 外地来的游客能够有一个 比较友善的一个空间 所以说我们就规划了这个 馆前广场的这个改善的一个计划 然后我们8月27号 整个的那个工程就可以完工 那威力就拆掉 民众就可以从我们的前门进出了 博物馆也将利用 绿美化之后的馆前广场 进行后续的活动规划 提供民众在文化考古上的认识 收封考古博物馆在整修之后 成为了花莲中区最具知名度的观光景点之一 700万元的改善经费 确保了游客在旅游品质 以及未来考古文化的推广 记者林杰收封箱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